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13分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最近真的市场诈骗的人很多 很恶劣也很可恶 到处利用 我的名字也是经常被人家利用 还有很多知名分析师也都被人家利用 比如说用我的图像或者名字 然后弄一个假的账号 骗你家好友 除了传递不好的讯息给你以外 甚至于还引诱你去买港股 同时在很多不同的社群跟APP在带风向 这目的就是为了要骗你的钱 所以你们在了解过程当中 一定要小心注意 你要知道我不会在其他的网站社群里面 来跟你做互动 你如果真的有股票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股票的问题 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 我都会回答你 那不然就直接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我们的电话 2392 3988 2392 3988 你有股票的问题 你打来我也会回答你 我不会在其他的平台 跟你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有这样的情况都是诈骗的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现在政府也 金管会也在查这些案子 因为很多啦 所以自己在网路上面 在社群上面 是要小心去做分辨 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好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 昨天跌了156点 最多跌211点 261点 昨天吓坏了 融资又减少31亿 连续两天融资大减了61亿 我昨天还是一样跟大家谈 多头市场铁率 长黑隔日就是买点 长黑隔日就是买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很准确的判断 如果当你认为多头没有改变 那只能允许一长黑 当出现两根长黑棒之后 整个多头隔局就会破坏掉 暂时脚步就会停下来 上礼拜四就是啦 对不对 上礼拜四跌了154点 礼拜五直接开高 大涨190几点 那昨天又来一个 跌156点 今天开低马上就上来了 所以昨天我知道很多人受不了 涨去台股票 因为昨天盘中 在传那个疫情 传的会声会影 让很多人吓到 吓到结果股票疯狂的看 那今天开低 147点 所以马上就上来了 所以藏你不敢买 怕你开盘你会趕路买 如果说你昨天不敢买 甚至于杀掉 你藏抬掉不紧 今天一开盘赶快再进场 对不对 那如果昨天杀掉 今天不敢买 那就可怜啦 那就可惜啦 对不对 你看今天OTC 连低盘都没开出来 家全指数还有开低 140几点 OTC根本连低盘都没有 收盘大涨了1.41% 今天的盘是有点可惜啊 今天的盘是有点可惜 可是可惜没关系 今天很多重要的资讯 我会跟大家来做讨论 我会跟大家来做报告 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过了嘛 对不对 昨天台湾才七个病例而已 七个新增确诊人数而已 我昨天特别把国际的状况 搜寻出来给你看 美国一天26万人 土耳其是3万 印度3万 这都我们很熟悉的国家 德国马来西亚 一天都1万8 1万9 连日本一天都有一万人 你看美国股市也没有因为 一天26万人 股市都崩跌嘛 没嘛 昨天美国股市小跌而已嘛 日本股市也没有说一天 确诊增加1万人 股市都崩跌嘛 没啊 还是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嘛 对不对 连防疫的模范生 新加坡 是全球公认的 防疫做得最好的 昨天一天也是增加 332个 那我们一天只增加7个 今天增加4个5个 不多 可是 把自己保护好还是最重要的 防疫的工作 你不能靠任何人 追根究底还是要回到 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每个人都把防疫工作给做好 那么相对的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就会来得更安全 所以有时候你不需要 受到疫情的干扰 台湾已经很好的了 台湾在疫情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是控制得很好的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有时候股票投资 信心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国际股市的行情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人力国也不像我们这样 走得拨拨拨拨拨 对不对 稻穷昨天跌68点 68点不多 早盘还一度涨 然后蹲下来 收盘小跌68点 纳达克跌0.5% 纳达克是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稍微整理一下也尽雄 费城报导体昨天跌的 可能比较多一点 费城报导体昨天跌了1.2% 这是被台北股市影响 因为费城报导体 重点在IC股 在半导体股 那台湾是半导体的重症 昨天IC股相关股票 都跌很多 联电台积电日月光 全部半导体跌 然后这些公司 股票也有在美国挂牌ADR 也会影响人家费城半导体 对不对 所以昨天费城报导体跌1.2% 是被台北股市拖累 被我们影响到 被我们给拖累到的啦 所以你自己要看的懂行情 这才是更重要的哦 好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涨33点 今天日本跌了173点 人在本期那么多啊 涨那么多了 短线整理一下无法 那台北股市今天 开低走高 拖拖开你有金融费吗 我昨天还是重新跟大家提醒 多头市场铁率 长黑隔日就是买点 所以今天转播的股票 几乎开盘 就是最后的机会 开拖你金融费都会费 今天这个行情可惜啊 今天量剩下2445亿 比昨天的3200亿少 一扫少了800亿 不会霸一个经椎呢 可见得很多人 被昨天行情给吓到 吓到之后 转为汪汪 昨天外资小卖10亿 一点点 今天外资小卖4亿 外资也没有大举撤退啊 是不是 外资这波上来 含今天第10天 总共买了1230亿 结果融资 大减了 358亿 投资人还是惊魂未定 我不知道今天 你敢不敢买 看今天这种量 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不敢买 不才没用嘛 对不对 今天行情是怎么样 跌越多的涨越多 跌多的涨多 跌少的涨少 不跌的不涨 这是今天的行情 所以昨天跌多的 今天就谈得高 像很多像 对金像电 这两天摆在轻到 跌多的涨多 对 3545敦泰 跌多的涨多 跌少的涨少 对3034连勇 昨天跌5块 今天涨8块 跌少的涨少 那不跌的不涨 这是今天的特色 那今天行情最可惜是什么 今天行情最可惜是无头 没有一个头在带领 领袖是很重要的 一个部队里面 指挥官是很重要的 你看中国古时候 最大帮派 丐帮 丐帮帮众 骗及天下 可是平常还是一盘散沙嘛 你看那帮主萧锋 那个武功盖世啊 一个人可以抵百人啊 萧锋只要一出来领军 那么整个丐帮团结起来 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以领袖的重要性 就在这里 它可以凝聚市场的共识 成为有力的部队 那今天是全面涨 今天上市的部分 594加涨 253加跌 117加平盘 今天三分之二的公司涨 OTC的部分 当然就涨更多 OTC大涨1.4% 小型股更强 可是今天没有头 台积电间平盘 联发科今天 小跌11块钱 金融股间也没动 行业股间也没有动 所以今天是市场没有带头大哥 所以变成很分散很平均 昨天大跌今天大涨 完全都在个股身上 昨天小跌今天小涨 昨天没跌今天就没有涨 所以这行情今天可惜可惜在这里 虽然说长黑隔日是买点 可是缺乏领袖 这个行情可能你看到 涨3点你会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强的 这是正常现象 这是正常的现象 我跟大家讲过 一个行情从一开始的出声波 出声波一定是大型股嘛 大型股才有办法扭转那个劣势 所以这波上来从 联电台积电日月光 金融股一档一档都上来 让大盘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涨了1300点 所以记得这个口诀 出声要怎么样 出声要快 出声波的行情一定会走很快 因为你不快 挡不住市场的卖压 因为你要扭转一个劣势 扭转一个下跌的趋势 你只有用快速的部队 大型全职股来扭转整个指数 那这样快速的涨 才会把卖压给遏止住 同时慢慢让大家看到 上涨的火苗 信心开始慢慢的恢复 可是你不能这样一直涨上去啊 对不对 出声波涨完之后 要进入主声波 主声波基优谷的天下 主声波的重点在什么 要长 什么长 时间要长 你如果说主声波行情还是走很快 那整个行情很快就结束掉了 所以多头要有时间性 所以出声要快 主声要长 进入主声波之后 时间要拉长 所以在主声波行情里面 整个波动会开始漫下来 在拉长的时间 震荡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中小型的机优股 一棒一棒一直接下去 就像今天一样 今天虽然涨了33点而已 可是很多股票涨5% 涨6%涨4%的 尤其都是赚大钱的公司 今天你排名上一看你就知道 今天的结构跟昨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之前前面那一段 急涨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你看 联电 联电在去年11月一开始的时候 出声波 出声波走很快 然后就开始慢下来了 那联发科是主声波的 一开始走很慢 慢慢的细水长流 时间就会拉长了 联永也是 出声波很慢 开始进入主声波之后 细水长流 时间就会拉很长 你时间拉长 整个涨幅爆发力 才会运量扩大 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口诀 出声要快 主声波会开始进入 时间拉长 步调就会开始慢下来了 所以今天小涨33点 这是一个正确的情况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头要出来 今天很多赚大钱的股票 在昨天跌完之后 今天都上来了 现在就缺了 就是欠这个头 联发科今天还没有开始动 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联发科的表现 还是最重要观察指标 今天暂时还是 把它当成跌升的快速反弹 可是真正的攻击部队要动 联发科则无旁贷 我们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成交量电子股56% 还是主要的攻击部队 航股22%比昨天 又缺水起来 今天航股很可惜 昨天很抗跌 那今天也涨不动 所以说昨天航 今天航情是 昨天大跌今天大涨 昨天小跌今天小涨 昨天不跌今天就不涨 所以长龙 今天平盘 阳明今天跌5毛 万海昨天 昨天相对比较强 万海今天跌了2.5% 那散装货轮就不用看了啦 因为散装货轮最近 运飞报价一直跌 刚都3%4%在撕跌 航股你有兴趣的 重点还是在长龙跟阳明 长龙跟阳明 8月的营收都很强 长龙营收500亿 从3月的320 冲到500亿 这个基本面没问题啦 现在问题最大在哪里 两家公司最大问题 就在时间啦 下跌时间 反弹时间 落第二只脚的时间 要不够 所以不要急 我也在等 时间我都算好了 长龙跟阳明的落底时间 只要结束 我会带会员进场 那会员也不要急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该进场 我会带你进场 急着进场没意义啊 对 接进场也没用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是 跌升的弹的高 跌少的弹的少 那没有跌的就 不涨 你看 对 镜像电 连续两天跌那么重 那今天弹 一弹就弹很高 可是今天比较可惜的是 联发科没有动 主胜波联发科 这是必要的工具 联发科在 在等 半年线站上去 联发科一旦动了之后 那么整个行情 升温就会快 刚跟大家谈到 出声要快 主声要长 时间要拉长 所以它步调会开始慢下来 所以慢慢涨 时间拉长 让个股表现 才是最重要的 那连绕这 这如同我说的 破半年线 回撤年线 吃在家里 后边都会贪大钱 上市会 唯一一家 连续八个月 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那下午 敦泰 八月营收也发布了 今天大涨了 一度涨到八% 八月营收 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前两天 跟大家讲过 依照它的时间周期 两日之内会反转 这波涨13天 今天是第28天 所以前两天 这个就是反转时间到了 指标都很够低 敦泰 当冲的人比较多 所以跑起来 反应速度会比较快 联电目前在修正指标 所以不然最终于 会来来回回 你要求等较低 等它消化一段时间再说 日月光也不错 日月光也开始进入旺季了 可是目前在修正指标 等它震荡压低 你要进再去减便宜货 这些大型股 暂时都要把指数空间腾出来 给中小型的机油股来表现 这是主身段的特色 那友达勋创 这两天营收发布出来 也没有像市场说得那么烂 对不对 八月份 群创有三百亿三亿 掉了两%而已 友达掉1%而已 1.9%而已 所以讲那么多 你如果有兴趣了解 友达群创的情况的话 前两天群创法收会 老板说的内容 你去把它看一遍 你就会了解得很详细 所以昨天 友达财报发布 八月营收发布完之后 友达人大概试算了一下 友达第三季还是有赚1.9% 那如果第三季 如法人所预估有赚到1.9%的话 那今年前三季游到 桥价五块银啊 股价到十几块 到十七块而已 太热了 股价也是回到年线了 群创也是回到年线了 这个都是减便宜或好机会 那财报数字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明天会不会开始 有反攻的机会 可以特别注意 群创明天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因为刚刚电脑有点问题 所以当了一下 重新调整压 所以减少了录制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国剧 国剧今天大涨 昨天跌的今天全部都回来了 你如果要求收到金区 你不要等到年线站起 开始在冲啊 你敢去堆就都想不起了 我的个性里面知道 我不喜欢追高 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你勇于投入 后面你就有赚大钱的机会 太昂又一定跟春天制作 我就不再看了 那每天讲每天看 大家印象都记得 股价都破今年高点了 股价都破今年高点了 国剧收了 六百叫你不好买 现在四个落四个穿 你又不敢买 但我不叫你一定要买 你如果没信心就不要算了 没信心就不要买了 去找你有信心的股票就买了 找你有信心去买 原项 昨天公事也发布了 8月份6.73 获利还是高峰期 而且老板说 下半年业绩不会比上半年差 所以今天美股获利 66块钱跑不掉 这种钱够了啦 你股价在后面 起码八百块以上 你都会看得到的 我昨天就买技嘉 昨天买88跟87 那今天回到90块了 对 这个是很典型的 破了年限 获利大成长 8月营收103亿 成长48% 年增25% 这里如果加Q 不要都会贪大钱啦 华硕今天下午营收 也发布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华硕的营收部分 华硕8月的营收 454亿 我说这个收入 你不知道有感觉吗 6月营收是470亿 那8月营收 冲到454 一般依照我长期的观察 华硕9月的营收 都会比8月增加70亿 没有70亿有50啊 正常都是70亿 所以这样推估的话 华硕9月营收 至少占上500亿 那至少占上500亿 所以第三季华硕的业绝 绝对会比第二季更好 第二季15.3 我估第三季 大概会有16块半以上 那上半年就已经28.5了 如果第三季 16.5以上的话 那光是前三季 就要45块了 去年35 创历史新高 今年前三季如果45 那么今年全年美股获利 55到60 走不去 这高级 很快就会变大 很快就会动 防疫干练股 今天很明显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恒大 这只是应景而已 很明显营收掉那么多 去年最强的时候 9月10月 一个月营收4.7亿 现在掉剩下7千万 所以当大家对疫情 开始释怀之后 就掉下来了 防疫干练股 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只有一档而已 泰博 这一档泰博 泰博8月营收 已经开始冲了 那最近 每个月 台湾地区 用的快筛 台湾的快筛 使用量 大概40万剂 东南亚 越南跟泰国 大概每个月都超过200万剂 所以泰博 今年下半年业绩会大爆发 要注意哦 我估计今年美股获利 今年是17块嘛 对不对 今年上半年是12块钱 我估它今年应该 至少26块钱以上 阿坦26块 这比较精彩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 前面的套牢现在还没有解开 量的不够 所以暂时会来来回回震荡 可是一旦只要230上去 量开始放出来 240价格一过关 这后面去过得很快哦 这后面去过得很快哦 节目有关系没有办法 跟大家谈太多的股票 没关系你有股票的问题 那你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 我会回答你 或者直接打公司的负责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打电话去来询问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气效布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